家里的L字灯不亮 我们只愿困窑壳就可以把它修亮 方法非常的简单 如何用困窑壳修复不亮的L字灯 今天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是我们家的最实用频繁的L字灯 很多人的家里都使用的是这种L字灯 L字灯不亮 总共它有以下这几个原因 第一个也是最常见的原因 就是它上面的灯珠损坏了 灯珠损坏一个导致灯全不亮 第二个它上面有电容 电容坏了之后也是会不发亮 最后一个也就是这个L字灯上面 大家看对我这个线路 对我线路如果断了 也会导致L字灯不亮 我来给大家教一下最常见坏的东西 也就是这个灯珠 这个灯珠损坏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用药壳来修复 那怎么样来检查 这个灯珠它是好的还坏的 我们要用肉眼去观察 这个灯珠里面呢 如果出现小黑键 说明了这个灯珠就损坏了 那没有小黑键说明这个灯珠是好的 我们检查完之后发现都没有小黑键的情况下 我们就用一个大货枝来检查一下 把大货枝除开 大家看这是个我们很常见的大货枝 大货枝除开之后呢 它里面呢 有这个我们的小灯珠 因为这个小灯珠呢 对着灯珠我们点一下 看哪个灯珠不发亮 说明了哪个灯珠就损坏了 比如这个灯珠灯上呢 这个灯珠损坏了 现在这个灯珠没有 那我们通见之后呢 它不发亮 大家看 我们火线接火线 灵线接灵线 现在插到这个插座里 来给它看 不发亮吧 没有任何的反应 那把这个灯珠 我们经验这个东西来修复一下 我们撕下这些 然后大货枝把这个东西呢 烧一下 因为啊 这个上面呢 有漆 我们把这漆呢 都烧焦 好了 这样就可以了 不需要太多 我们只需要一丁键就可以了 稍微等它冷却一会 然后我们从这上面呢 死下这键就可以了 切在这个灯珠上 找一点胶带 好了 现在我们插到 这个插座里 看一下 这个灯会不会发亮 还是呢 与同样的方法 通过检查发现 还有这个灯珠呢 也损坏了 我们把这个灯珠呢 也给它修复一下 好了 也试用同样的方法 把刚才用打火机烤了的药壳呢 我们给它撕下来一起 然后切在这个灯珠上 用胶带呢 来粘一下 好了 现在呢 我们插到插座里 来看一下 它会不会发亮 发亮了吧 怎么样 说明啊 我们开始 要可能来修复 坏了的L指灯 方法呢 特别的简单 把这个方法呢 分享给大家示范呢 对大家有所帮助 感谢大家的观看